3月底 聯合國農糧組織等全球組織負責人警告 如果不能妥善應對這次疫情 世界將會面臨糧食短缺危機 3月下旬 中國最大的大米入口國越南宣布禁止出口糧食 同時限制度米出口的還有印度、柬埔寨和緬甸 此外哈薩克、俄羅斯和烏克蘭就宣布對小麥實施出口配額 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糧食消費和入口國家 在疫情下 中共繼續在全球搶購口罩等防疫物資後 又在全球緊急搶購稻米 台灣農委會主委陳吉仲4月14日透露 3月底中共在全球搶購了5,000萬噸稻米 現在世界正在擔心糧食短缺問題 中共此舉備輿論質疑 中共在全球搶購糧食事出有因 近期在中國大陸流傳 今年的糧食就像現時的口罩 糧食恐慌引發多省搶購糧有潮 即使中共官方多次闢謠 但是一份中共甘肅臨下周委辦公室下發的秘密文件被曝光 文件顯示 團糧是來自官方的指示 該文件督促當地官員 開始全力儲備糧食 牛羊肉和油鹽等生活物資 並且引導和動員群眾自覺存糧 確保每戶儲備3至6個月的糧食 已被不時之需 山東省要求農民斬了種的樹 重新種植糧食 其他產糧省份也發出通知 只要是水田的耕地都要種植水稻 已經種植了其他農作物的 例如花生、粟米、蔬菜等 都要全部產清、翻種水稻 和不單行 糧食殺手、草地貪野鵝出現 數量比去年激增90倍 目前已入侵雲南、四川等八省 大陸一億某農地正面臨威脅 同時非洲皇軍已經逼近新疆、西藏和雲南 早在3月2日 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發布緊急通知 說經專家研判 如果氣候條件適宜 黃重群會在6月至7月到達大陸 規模增長至目前的500倍 佔地一平方公里的黃重群 一天就可以吃光3萬5千人的口糧 在疫情下 近兩三個月物流中斷 原材料和零件的運輸停止 經濟活動處於停滯狀態 中共國家統計局發表的1至3月貴度GDP同比 下降了6.8% 跌至負增長 另一方面 1月至3月的貿易收支雖然保持順差 但順差只是132億美元 與2019年同期相比 大幅縮水82% 經濟停滯、出口劇減 多種跡象表明 中共的外匯荷包貼座 向世界兜售醫療物資 成為中共賺取外匯的重要手段 日前《英國衛報》報導指 上海紡織品公司行政總裁 諾克體表示 中國製的口罩市場 出現不尋常的現象 廠商會要求買家 在出貨前支付存額款項 並且會對出價最高和最快付款的買家 優先供貨 無論如何負責任 無論如何負責任 皆有任何責任 都無論如何負責任 未來負責任